惨败给山东南篮之后 李春江对于球队的表现非常不满 并且对于一些球员的比赛态度进行了批评 特别是大外援冯来 比赛中他由于干打过多 造成了球队运转出现了停滞 他也表示后面的比赛会更多的与队友配合 而新疆南篮已经拿到三连胜 但增命去重伤 让阿迪将排兵不振遇到了一些困难 最终新疆南篮以96比121惨被给了上海南篮 三连胜被终结 之前表现出色的麒麟本场比赛低迷 12分 摩尔特里虽然得到了31分15篮板的数据 但是故障难民 李春江对于首发进行了大调整 冯来和袁唐文取代了富兰克林和罗汉琛 这样的变化效果并不明显 新疆南篮这边摩尔特里表现还是很出色 随后李春江换上了富兰克林 这个变化改变了比赛走势 新疆南篮突然陷入了得分荒 上海南篮反而是打出了一波高潮 第一节领先了15分 第二节李春江还是继续使用富兰克林 新疆南篮这边则找回了一些得分节奏 但由于曾命续不在 余德豪和阿尔斯兰都是没有太好的办法来串联球队 可以明显看出上一场输球之后 李春江对于球员的表现有了一些要求 特别是防守端 强度比之前要高了不少 新疆南篮连续出现低级失误 阿迪江在场边也是无奈摇头 第三节冯来有开始个人单打 好在上海南篮领先比较多 李春江提醒之后 冯来也开始传球给队友 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 王哲林也是与场边的教练有说有笑 上海南篮在大比分领先后有些松懈 被新疆南篮连续反击得分 李春江叫了暂停 批评了球员的态度 新疆南篮防守形同虚设 根本没有办法将比分缩小 第四节富兰克林在突破上篮的时候 被鲁土布拉犯规 李春江在场边也是有些担心 好在没有大碍 新疆南篮每次将分差缩小 防守都会出现问题 最终新疆南篮惨败了给上海南篮 结束了三年上